2021年羽毛球丹麦公开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1日,丹麦公开赛迎来了五项比赛四强争夺战的较量,在本次女单四强争夺战的比赛中也迎来了一场中国得比,中国球员王芷怡和何冰娇会失到了四强争夺战,两名中国球员也为中国军团锁定了一个宝贵的四强席位,而接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胜者将迎战日本名将山口西。 何冰娇和王芷怡在此之前的苏迪曼杯和尤博杯的比赛中为中国军团冲击最后的冠军立下了汉马功劳,尤其何冰娇出战的场次更多,在本次丹麦公开赛的比赛中,中国羽毛球女单头号种子,陈宇飞因为体力问题退赛,何冰娇也扛起了中国羽毛球的冲冠大旗,何冰娇目前是中国羽毛球女单项目的二号种子,目前世界排名也是高居前十位,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何冰娇也携手陈宇飞出战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可惜在同牌争夺战中遗憾输给了印度新度无援奖牌榜,何冰娇也是累撒赛场,而如今何冰娇也迎来证明自己的机会,在陈宇飞确证的情况下,何冰娇也独挑大梁,想成为丹麦公开赛的冠军 证明自己的能力,最近几年,中国军团在女单项目人才辈出,像韩月,王芷怡都是十分优秀的球员,今年的丹麦公开赛也入围到了这项赛事的正赛之中,对于女单二号种子也不断威胁何冰娇,何冰娇这场比赛也将捍卫自己国语女单二号种子的地位,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开局阶段,王芷怡就不断利用进攻给何冰娇制造了很大压力,可是,何冰娇还是经验更胜一筹,在进攻端也是多点开花,不断调动对手,利用变化多端的战术和打法,最终是轻取对手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比赛何冰娇也是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面,尽管王芷怡在几次进攻当中,打出了漂亮的进攻高潮 可是,何冰娇在整体表现上还是更胜一筹,最终是二、零,零封自己的国家队队友强势打进本次丹麦公开赛的四强 何冰娇赢下这场中国得比之后,也将迎来本次公开赛的最大考验,将迎来日本选手山口西的挑战 山口西这名球员能力出色,在苏迪曼杯和尤博杯的比赛中,也是让中国军团艰难拿到最后的冠军 山口西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尽管山口西也出战了多项赛事的比赛 可是,山口西的体能也是他的最大优势 何冰娇在本场比赛必须改变策略,才能成功击败山口线,强势打进丹麦公开赛的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